接着看看娱乐快底 张敬軒去年年底在洪馆搞演唱会 但因为疫情关系 有八场暂停了 最近疫情暂缓 演唱会终于重启 终于八场变成十六场 因为根据防疫条例 入灾人数只可以是传馆人数的一半 为了不让每一位歌迷失望 娴仔就决定努力点 唱多一倍长数 才可以令每一位不退票的观众 补返欣赏演唱会 娴仔还说 完全没有跟公司谈报酬的事 现在有得做一个演唱会 会尽全力去做 报答去年已经买了票的观众 就算没钱收得开心 疫情期间 娴仔一直为演唱会重开做准备 从来没有松懈过 又练歌又keep fit 还瘦了一点点 为了给观众最好的演出 他真是很努力 演员那边 蒋家文出席活动 提到之前被指 物会离婚三年纪的奥加年 蒋家文就说莫名其妙 他虽然上过奥加年家 但是是一帮人去的 绝对没有单独上过去 他跟奥加年是拍剧式的 认识了足足七年 都没有足电的感觉 只是很好的朋友 蒋家文还强调 自己依然是单身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他有拖拍 奥加年就说 那次的确是一帮人上他家 蒋家文这个人好火爆 好鬼恶 但是自己好欣赏他 而很多东西就是讲缘分的 随缘 好像不抗拒有发展机会 不过蒋家文已经落了杂 看来都没什么希望了 讲起拍剧 之前马德中拍《我家无难事》 找了他儿子马在商演他的年轻版 上镇父子兵 谁知道就被网民笑 儿子的样子还老过老爸 马德中就说儿子没生气 不过今次马德中再拍剧 他的年轻版就改由黄霆锋饰演 马德中大赞黄霆锋做得很像 我觉得很好监制这个选择 因为我觉得霆锋演得很好 可能外形就说 有些不是太一模一样 但是我在现场看到他的表现 他做足很多功课 神情动作他全部都演得很到位 所以我觉得是很好 汤诺文就来生日 问他会怎样庆祝 他就说会在家 就这样和马国明一起吃一餐普通的饭 性格这么踏实 怪不知得和马明这么配 其实通常我过生日都是在家吃过饭 因为我都不是很喜欢庆祝活动 还有疫情 大家留在家 和几个朋友 应该没那么浪漫 就这样吃过饭 内地方面 因为饰饮燃戏攻略高贵飞而爆红的谭卓 拍戏演女拳王 为了贴合角色 谭卓增肥30斤 猜不到自己体格比较小 增肥后都不觉得很肥 结果要用一个超级痛苦的方法解决问题 其实这个很危险 因为高了40度 然后我们当时呢 为了增肥 导演希望我更胖嘛 变成120斤 然后因为我日常是90多斤 当我变成了120斤之后 发现是一个买家秀跟卖家秀的效果 其实因为我的体格很小 我变成120斤 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个 一个特别的fight那个女孩 对 她其实是要一个戏剧的反差嘛 所以后来为了解决这个 我们就在那么热的情况下 身体里面贴了灰胶 不只要牙热 谭卓为了演绎女拳王的角色 续续练了六个月拳 在片场还要真打 连绿骨都打断了 相当不容易 这个时间对我非常重要 我演的是个女拳王 我是拿筋腰带的 我不是健身房的一个爱好者 所以我必须要花更多时间 我才可以更靠近她 才可以在我出现的时候 大家相信她是一个职业的运动员 而不是会想起来说 她是某个演员扮演了她 这是我希望的 所以在那个过程中 其实我真的很享受 因为正是因为我自己这样的性格 我才会选择这样一个这么大的题材 凤凰卫视综合报导